这些父母正赶着让自己的孩子送死 但孩子们反而很兴奋 因为他们即将参加一场考试 通过考试就能成为上流人荣华富贵 但没通过就会直接死亡 金克斯等人通过了所有关卡 杰斯给他们安排庆功会 金克斯知道 他的报酬机会来了 宴会上 金克斯借口感谢杰斯的帮助 在拥抱时偷偷把迪迪味 撒在了他的酒杯中 然后赶紧躲在暗处观察 杰斯和大家一起举杯庆祝 可金克斯期待的事情却没有发生 怎么还不倒 突然砰的一声 另一边的格子男倒地抽出不止 原来他刚刚和杰斯吹牛 走的时候拿错了酒杯 格子男抢救无效直接死亡 检查表明 他是死于光荣团特有的迪迪味 所以凶手一定是光荣团的人 而且就在通过考核的人里面 杰斯很不理解 格子男是出了名的人缘好 谁会读他呢 突然他想到了一种可能 会不会凶手一开始想杀的是自己 而金克斯这时也感觉大事不妙 赶紧把剩余的迪迪味塞给白哥 要他秘密处理掉 可白哥刚拿到手 杰斯带着大兵就走了过来 吓得白哥直接就扔掉了手中的迪迪味 很快通过考试的人被叫来挨个盘问 轮到金克斯的时候 他腰上的心伤引起了杰斯的注意 紧接着 杰斯让他看格子男妻子嚎啕大哭的视频 然后偷偷观察金克斯的反应 可金克斯死不承认 杰斯只能让他离开 可这时保安队长撞解递给了杰斯一个袋子 里面装的正是白哥扔掉的毒药 杰斯看了一眼药的胶囊外壳 再联想到刚刚看到的金克斯栏尾的伤口 心里有了答案 另一边 选拔会议员也来质问杰斯的查案进口 可杰斯直接说他已经知道了凶手 抓捕的对象却不是金克斯 反而是监察员黑姐 我和黑姐都是一脸懵逼 原来 黑姐在前几天撞见了杰斯去祖安的惊天大秘密 这对于他们上流人来说是绝对禁止的 但他没有给予举报 而是威胁杰斯让位给他 杰斯恨得牙痒痒却没有办法 没想到这次格子男的死亡却意外给了杰斯机会 他在会议上指控黑姐是祖安卧名 并拿出了事先逼供而来的一份视频 铁正如山 黑姐就算说真话也没人相信了 意外地除掉了黑姐这个心头大患 杰斯准备收拾真正的凶爽了 沙子